好,下面呢,我们就用Clan这个IDE工具啊,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个使用IDE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,那么通过这个讲解呢,也希望大家以后如果用其他编译那个IDE工具,其实它的整个配置方式,哪怕不是C语言啊,它是比如Python啊,Java啊等等这些啊,它其实思路和想法是一样的啊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,我先把Clan打开啊,那么Clan中呢,你如果你下载完准备过后呢,它首先来说, 你可以先点这个配置啊,其实其他工具也是应该一样的啊,都会有个配置,那么配置中呢,我们先看它的首选项,首选项中其实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这个啊,工具链叫工具链啊,Tool Chart啊,工具链,那么因为我这个地方呢是Mark版本,所以说Mark版本呢,它因为是本人是系统环境变量中自带的啊,自带的,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就会提供两个工具啊,一定会有的啊,首先编辑器我不管,因为编辑器它本身这个工具是自己的编辑,对吧, 那编辑是谁呢,这个Compare,看没有Compare,因为我们这个Clan这个工具呢,它支持的是C和C++两套啊,所以说呢,它会用两,会找两个编辑器的工具啊,工具地址,那如果对于Windows同学呢,你可以看到你Windows的地址,它会去找,那Windows呢,首先来说前面你要选择你的那个,编辑器的那个目录啊,目录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Mini,那个GW那个工具的一个什么,一个那个路径选择就可以了,看到了啊,那么稍后呢,我会演示那个Windows的一个简单配置,好,那么接下来呢,还有一个选择叫Cmake,Cmake也是makefile中的一种类型叫Cmake,那这个呢,跟我们后面学嵌入式中,又要给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工具叫makefile呢, 有一点不同啊,所以在这个这个专题中呢,我会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叫Cmake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啊,那么Cmake呢,我们在工作中呢,其实也会用得到啊,但是呢,我就更多的呢,在makefile,比如说嵌入式内核开发中呢,makefile可能偏多啊,但是应用开发中呢,现在越来越偏重于Cmake,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呢,也相当给大家来补充一下,关于Cmake的使用啊,好,那么Cmake版本号呢,一般情况下,三版本以上的,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, 都不是很大,都是比较新的啊,好,那么所以说我们只要是有这个工具链,就没有问题,然后剩下调试器你可以不管,调试器呢,就是根据你这款平台所对应的那个ID工具中,它一般来说都集成好啊,集成好的,所以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compare,好,那么如果没问题,我们点OK,确定就行了啊,我这点取消了啊,然后关于Cline的使用中呢,我们这地方下面就给大家补充一下,关于我们的那个Cmake的一个简单使用方法, 首先呢,我们先点的是一个new project啊,创建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工程啊,那么工程目录呢,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一个,呃,一个你认为的一个合适的选,那个目录像就行啊,这个没有任何关系,你可以自己点这个地方来选择就行,然后,然后呢,我们可以选择一个,一个名字啊,比如说我们现在呢,是一个练习啊,那么我们写,写成EX啊, 然后,比如说是我们的01啊,01这样一个练习,好,那么下面呢,我们点OK啊,好,好,这个时候呢,它会默认来说,会,它是默认是先用C++的方式来创建啊,如果要用C元呢,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再重新的去修改一下啊,那么怎么修改呢,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有个project啊,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工程的一个,一个目录啊, 就目录数,这样一个目录数,就是相当于它整个目录,其实就两个文件,看到没有,一个cmakelist.tags和mail.cpp这两个文件